我從來不口出惡言 各位你們可以理解我現在的心情嗎 百口莫辯 然後剛剛這位媒體朋友還提到 余政婦要告我 如果我當時沒有答應陳明通 怎麼會有這個事 而且陳明通根本在我不知情的情況之下 把這個出稿給了他 而陳明通老師也在他聲明裡面已經講了 可是台大做出這樣的審定 各位 是你你不覺得你很冤枉嗎 然後現在他還說他要對我提告 是非可以這樣顛倒嗎 這社會這樣不可以這樣 那他有沒有拿我的民調 他有沒有參考我的草稿 這做人可以這樣子嗎 回過頭來 這我覺得太不厚道了 喂好 我參與選舉有三次 一次的議員兩次的市長 尤其在市長的選舉 因為都是只有一個席次 那都在政治的攻防上都非常的嚴峻 那麼也有很過去也有很多不實的指控 那每一次面對對手抹黑跟攻擊的時候 有時候真的是當下百口莫辯 好比說我們這一個論文事件一開始也是一樣 因為就像那個運鵬委員常常在記者會講的 沒有做過的事情你要去證明才是最困難的 那我們要花了很大的時間去找相關的證據 對手隨意的潑一個髒水 可是我們為了要把身上這個 沾在身上的這個髒水洗乾淨 可能要花更多更多的時間跟精力 那過去我們就是在非常這個不容易的情況之下 好不容易找到相關的檔案 也跟陳明東老師確認 然後也把這些證據做了公正 那但很遺憾 很遺憾 就是說不論是市政、物政、人政 都沒有被台大學輪會給採用 那很片面的用 只是因為余先生比我先這個論文先取得 所以他們就認定我是抄襲 那因此我要說的是說 這種過程這種經驗都有 只是這一次因為我參選的是桃園市長 這是一個直轄市的選舉 那麼看得出來對手 對於自己的這個參選人 信心不足 所以在我一被這個黨選隊會徵招之後 其實很短的時間就幾乎是鋪天蓋地的攻擊 很抹黑 而且那個比例是相當不符合這個原則 那很大量的網路上的側意 或者是不實的這種指控 從7月5號到今天 那台大學輪會這一個審定 剛剛運彭委員也有說明 他是不尋常的 大家試想 其實這麼大的一個事件 全國都矚目 那是不是應該要把它釐清 盡可能學校應該是要保護老師和學生 我們都是經過這個口試委員 口試後才拿到這個學位 這個都是一個很辛苦的過程 那尤其是我現在正在選舉 那這個事情應該是要更嚴謹的來看待 可是各位知道嗎 我們每一次跟台大學輪會 書信的往返 我們希望他能夠 書召集的能夠迴避 他不迴 並且很快速的去把這個程序走完 那我們提出說 我們想要去學輪會說明 他會很快的回信告訴你說 你可以明天就來 那我作為一個市長的參選人 我怎麼可能隨時都有辦法 配合學輪會的時間 那這一次我們也在討論之後 決定要去 我們也給了兩個時間 也並且跟學輪會說 或者是大家可以在看這個時間上 來做個安排 結果很令人訝異的就是今早 台大很大的動作召開了這樣的一個 記者會 取消了我的這個碩士的一個資格 那我覺得在選舉的過程當中 常常都會有這樣子的一個 事件會發生 不過我覺得這並不影響我作為一個 事件會發生的事件會發生的 因為有沒有這個學位對於我 參選台灣市長其實並沒有影響 第二我過去八年市長的期間 我相信新竹市民不是因為我的學位 給予我肯定 因為新竹市民學歷比我高的比比皆實 博士一大堆 這個碩士更是多 那所以這個市政 或者是政見 或者是政績 才是參選的王道 所以不論這個對手他們現在所提出的 他們當然就是這個是他們所期待的嘛 那但是對我來說 我還是會以捍衛我自己的清白 還有對於服務 桃園市民這樣子的初衷沒有改變 這個已經不是核心吼如意金這樣子 我真的覺得這人要厚道 我真的是沒有辦法想像說 我跟他見過兩次面 我上次也跟大家提過 一次是在老師的導師宴 陳明通特別請他要對我表示感謝 說如果沒有我他就閉不了眼 第二次是去年 他們調查局辦的教育訓練 我根本已經不認得他了 他主動來找我 還跟我說謝謝市長 我就是那一個你提供我民調資料 讓我畢業的那個學弟 他是自己說他是學弟 很客氣 但是怎麼會轉變這麼快 我在過程當中 我記者會上我說的 我是善意的提供者 陳明通是一個熱心盡責的老師 然後我說他是一個積極的研究生 我從來不口出惡言 各位你們可以理解我現在的心情嗎 百口莫辯 如果我沒有當時沒有答應陳明通 怎麼會有這個事 而且陳明通根本在我不知情的情況之下 把這個出稿給了他 而陳明通老師也在他聲明裡面已經講了 可是台大做出這樣的審定 各位 是你你不覺得你很冤枉嗎 然後現在他還說他要對我提告 是非可以這樣顛倒嗎 這社會不會這樣 這個是應該要有一個公道的 這整件事情是因為選舉才研發的 余先生根本不需要 也沒有必要 進到這個選舉的戰場 沒有人想要傷害他 陳明通老師在過程當中 也沒有對他口出惡言 我也一樣 可是怎麼會變成到 像之前他的律師說的 說懶得看我的論文 那他有沒有拿我的民調 他沒有參考我的草稿 這做人可以這樣子嗎 回過頭來 這我覺得太不厚道了 這個民調絕對是論文的原創的一環 我跟大家說明一下 因為大家可能不知道 這民調的設計當 當初在設計的過程當中 我都參與其中 為什麼 因為我自己為了要分析說 這個選舉的 第三者的一個影響 因為其實我們那時候選戰 我的民調從來從來 沒有領先過這個對手 但是我從一路最低 一直往上爬升 但是我就看到 我在這一個論文裡面的 這個所謂的 槓槓者就是蔡仁堅市長 他的民調都是一直保持在18%左右 所以我一直透過了很多不同的問卷去交叉 分析說為什麼支持他的人這麼的穩固 而這些人是哪一些人 那他對於我選舉的結果 會產生什麼樣的變化 所以我在這一個民調的設計的時候 我就參與其中了 那這個怎麼會不是原創呢 而余先生他是拿著我的民調 他根本沒有參與這個民調的設計啊 他沒有參與啊 所以大家注意看他在論文的裡面 他是和我一樣寫我們 他應該是說他參考我給予的民調資料 而不是跟我一樣寫我們 而我是有參與這個民調設計的 所以大家可以看一下 我們在網路上有公開的這個資訊裡面 我們都有去把這些相關的 這個我們提出的質疑 給了學輪會 所以這個再跟大家做一點說明 大家也可以參考一下 我們在網路上所公開的資料 我跟大家坦白說 陳明東老師 他到底是先給了 才問我 還是我答應了他才給 我不知道 理解嗎 就是老師告訴我說 有一個學生有這樣的狀況 他要畢業了快要來不及了 你把你的民調提供給他好嗎 我說老師 我覺得沒有問題啊 就像老師當時他要做研究的時候 我也提供給老師嘛 所以 後悔也來不及了啦 我心裡難過的是說 怎麼可以顛倒是非到這種程度 然後台大學輪會為什麼要 這麼不重視我的權益 為什麼要讓政治介入了這個學輪 有這麼急嗎 兩個月的時間 可以來好好的 審定這件事 我們 其實我們在律師發給 學校的這一個email裡面 都有寫到 我們沒有放棄到學校 說明的這樣的一個權利喔 沒有喔 可是你看他就這麼快的時間 這是可以兩個月才來審定的事 那為何要加速呢 為何要加速 現在正在選舉 所以這難免大家都會覺得 這是政治的因素嘛 而且昨天我們才寄了這個email 今天早上突然開了記者會 所以我們是非常錯愕 不好意思我們時間關係 我們最後一題好嗎 不好意思環宇 好 我有一個另外一個遺憾 就是說大家在對這件事情 在評論的時候 或者是 在這個事件上 都沒有真正去看過這兩本論文 就是我和余先生的論文 那 裡面的論文主要 雷同的地方出現在 第一章裡面 第三節 國字的 三四五 而這三四五的內容 就是在 我們公正的 2016年2月1號的 這個 出稿 全部都在這裡面 所以如果沒有 陳明通把這個出稿 提供給了余先生 這個論文 這兩本論文 就不會有在這裡頭的雷同 而除了這裡以外 其他大家都是他寫他的 我寫我的 沒有雷同 所以也希望大家 在這個事情上 如果有機會 可以看一下你就會知道說 其實不是像 部分 這個 指控者 所說的那樣 就是在這個地方雷同而已 所以我 我覺得很訝異的是說 我們也好不容易找到這樣的證據 提供給學校了 也有陳明通 自己聲明說 就是他 給了余政煌 結果結果是我 的資格被取消了 然後 剛剛 這位媒體朋友還提到 余政煌要告我 好 好 那我們今天記者會在這邊告一個段落 真是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謝謝 會不會覺得 希望陳明通老師 也可以出面來求你 因為看起來 雙方都覺得他應該 還有相關的作用 陳明通 老師已經 之前有做了聲明了 那對我來說 我當然 會 希望 這個事情 能夠 儘早 大家把它說清楚 然後水落 石出 還我清白 這個是我 最大的一個期待 那當然另外 我 還是要藉這個機會 就是對 兩個母校 不論是台大或中華 因為我選舉的關係 造成的這樣的一個紛擾 我覺得非常的 抱歉 因為老師也承受了很大的一個 壓力 但是我 很期待的是說 這不應該是一個 單一的事件 應該是大家要 通盤的去看待這件事情 不是到了選舉 大家就用這種 這種抹黑 潑髒水的方式 然後打擊一個人的人格 或者是人品 達到自己政治的利益 市長說 問問說一個問題 您剛剛有提到 對於服務桃園市您的組中沒有改 那是我代表您的社人應該是參選到底 那民進黨中是多連堅持 你也知道 好啊 我想我剛剛已經說得很清楚了 好 我來跟大家補充說明 那 從林志堅決定要參選以來 那他受到的壓力最大 他受到的攻擊最多 國民黨幾乎是用一黨之力 在攻擊一個人 極盡抹黑之能事 但是我相信林志堅市長的抗壓性 在2014年的時候 我在中央黨部 我擔任文宣部主任跟組織部主任 2014年的選舉 那林佑昌 鄭文燦跟林志堅 大家可以知道說 他們是在一個 大家認為幾乎不可能的狀況之下 贏得了北台灣這三席 林志堅市長 就是在一個最不容易的選舉裡面當選 2018年他連任的時候 是民進黨最低潮的時候 那他們也挺過來了 用市政成績 讓市民得到認同 讓市民認同 然後很艱辛的保住了2018的 這樣一個不容易的新竹市市長 所以我相信他的抗壓性 在這個事件裡面 我是看過市政的人 我也是在這裡說明市政的人 那我是民意代表 我跟黨內很多先進一樣都是民意代表 我們要處理很多千奇百怪的陳情案 很多都是受盡委區 眾人節約可殺 但是如果我看過證據 然後不敢幫忙 甚至反而讓當事人受到二度傷害 這種事情我做不下去 我相信林志堅市長的論文寫作 創作在先 我相信這次為了選舉 他受到了不白職員 這就好像說你在路邊看到有人需要幫助 你去幫助的結果 他最後來告說是你把我撞傷的 這個事件大概就這樣 所有的陳情案都是一種千奇百怪的巧合的組合 這一次他協助了那個要畢業的同學 最後變成這樣他最大的受害者 他變最大的受害者 所以如果身為一個民意代表 身為一個立法委員 看到不白之冤 不能夠協助 自私的想到自己 只考慮自己的聲量 自己的選舉 自己的好處 這一點我做不到 所以我在桃園的記者會上 我講很多次 協助林志堅跟鄭文燦 好像是我命中注定一樣 從2014年到現在 在這一次我看過所有的市政 我願意幫他說明 我願意全力來幫助他 那我們當民意代表都不會是自私的人 市長每天要處理市民朋友 可能幾十年受到的委屈 律師要處理很多的訴訟案件 那我們要當立法委員 我們要看到很多事情 甚至是被判過死刑的人 他最後是原案 如果我們當民意代表 沒有這樣的一個心 沒有這樣的一個信任 沒有這樣的責任感 我覺得當這個民意代表 愧對自己的職務 所以我對之間的抗壓性 我對他這次所有所提出來的市政 我自己也去檢討過 我自己也去質疑過 我認為所有的過程 我們都願意公開上網 讓大家來檢驗 讓競爭對手來檢驗 那我也相信選舉的過程 其實是證明自己的能力 跟證明自己的不白之淵的一個過程 那我會全力支持您之間 鄭委員講了 我補充一點 在座有一些比較資深的朋友 2012年其實我曾經也坐在這邊 在處理宇昌案 宇昌案在選前鋪天蓋地 劉毅如在立法院跟國民黨 同樣拿出這些文件 但是什麼時候還他公道 還蔡英文公道是 選後特徵組查無不法 選後劉毅如判賠200萬 都是選後 選前鋪天蓋地 今天我們看過林志堅市長的相關的文件 我在辦案有兩種 一種是我看完證據之後 我建議人家認罪協商 另外可是我看完證據之後 你被冤屈了 我們要具體力爭 林志堅市長被冤屈了 我們一定具體力爭 謝謝 好 謝謝大家 謝謝